记者杨年杰台北报道,如果能重视生命,应该做什么? 现年28岁的朱怡,在短短一年多内历经确诊罹患血癌,又幸运找到骨髓配对成功恢复健康的过程,让他决定在网络串联癌有的力量,彼此鼓励分享,并运用自己行销专长, 发愿要鼓励10万人想因骨髓配对资料建党,让更多人可以有获得重生的机会,朱怡16岁开始就到美国留学,以前就想进入大公司做跨境电商、行销等工作的他,25岁回国服役,但在正要退役投入职场之际,却在去年2月被确诊罹患急性骨髓性白血病,顿时人生变成黑白。 朱怡回忆,一开始他只是感觉眼前,身上有不明瘀血,骨头痛,到一些小诊所都认为不是大毛病,后来进一步发生前偶,头晕目眩,甚至不太能走,被送到医院抽血后,才发现是血癌。 朱怡说,送到医院时已经是非常危急,医师除了陆续帮他进行四次化疗,也告诉他必须进行骨髓移植,所以马上启动骨髓配对。 虽然配对成功几率只有十万分之一,但最终很幸运地在去年8月底完成骨髓移植,目前病情已经获得控制,不过仍需定期回诊追踪。 小小年纪就在一厢求学的朱怡,总觉得自己很独立,但离病后因为长时间住院,让家人之间感情变紧密,让他了解到家人,朋友的重要。 此外朱怡也调整了生活形态,让自己轻松一点,毕竟健康是一切的基础,调整自身外,朱怡也想要影响他人, 所以发下愿望要鼓励十万个人加入骨髓资料建档,他也透过成立血实人生网站,提供癌友们彼此鼓励的空间。 网站上除了分享癌症相关资讯,让人们可以有正确皆不中断的认知,也可以在上面看到癌友们与病魔抵抗的经验。 朱怡说,他初离病时,曾经搜寻到一个也离病的不洛克,并读他的文章。 可是一直读下来,文章只写到2003年某日,于是让他自己也感到恐慌起来,觉得他是不是去当天死了,我未来是不是会这样,绝带有能获得更多心理支持就好了,成为做这件事的缘起。 对于当初配对成功的捐赠者,基于法律规定,目前只能以书信往来,朱怡非常感谢这位住在西部的小姐,也曾把感谢文字感谢我的骨髓捐赠者,让我能重生投稿到101大楼外墙。 捐赠者则以手稿书信跟朱怡约定,等朱怡后相聚一起吃带餐。 朱怡今夜参加瓷激骨髓干细胞中心左举办阿孙要配对公益影片首映会,一起鼓励更多民众加入骨髓资料建档的行列。 瓷激骨髓干细胞中心目前已累积42万捐赠,并完成5000里移植,希望可以透过积极号召,让已经从千万分之一进步到十万分之一的配对成功率,可以再更降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着乎适当中心